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基于数据医护格式实现CBC构建实时增量的数仓系统 那首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2015年男游硕士毕业加入到美团的大数据团队 那在此期间负责建设局Hydook的任务管理平台 推动落地和Apacity Spark 然后开发和做一些生态建设 然后从0到1建设美团技术平台 基于Spark Tunnel Flow Barometer Server提供了训练和在线设计的能力 目前我在阿里云EMI团队负责Data Lake Apache Hoodie等数据户格式 及Spark相关的内部非常地开发 参与一些社区以及云上产品化的一些事情 那去年中Data Lake发布了一篇 基于Data Lake实现CC场景的介绍文档 今年初我们也在阿里云内部的Data版本上实现了这样的能力 同期我也在Apacity Hoodie提案了Hoodie基于Spark 然后实现CC的一个设计文档 结合这些经验 今天我以Apacity Hoodie为主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数据户格式上实现CC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注意点 引起一些流逝的streaming通用的优化点 和Hoodie CDC后续的一些规划等等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概念 相信大家对于数据户库数据户 既然到两者结合融合的胡桑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我就不过得介绍了 那下面我列举胡桑的一些业内共识的关键特性 这里我选几个介绍一下吧 那第一个是SID事务 那同一张表正常会有多个工作流同时在读写 那事务保证了我们起码能够读写到正确的数据 二Skama Enforcement和数据管理 这里的Enforcement我保留的原来单词在这里 解释上等同一Vallocation 就是在写入数据的时候对Skama做一些检验 然后同时的话数据管理就是指支持数据的一些审计 然后胡表的一些自动化管理等等 那下一个想聊一下P6一体 数据胡提出之初来讲 很重要的就是要替代Lamna架构 简化流逝和离线两条数据链路的管理运营成本 所以P6一体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特性 那最后存算分离 成本是每个公司那个团队都比较关注的 那存储和计算如果都能够按需去伸缩的话 会更便于精细化的控制成本 那这里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需要存储层的数据组织方式 也就是数据胡格式来承载和解决的 这就是Delic Apache Hoody S-Bug近两年升起的主要背景和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Apache Hoody Apache Hoody是一个构建于自管理数据库之上的使用增量数据流 来构建数据胡的一个功能丰富的平台 虽然目前我们依然把它当作一个胡格式 一个存储层的数据组织方式用的比较多 但Hoodi在设计和功能上显然是有更大的一些想法的 相比于其他胡格式来讲的话 Hoodi具备更细利度的一些数据布局 支持多种所以 以及开源版本上较为丰富的自动化胡管理能力 再来看一下CDC 它定义的是一种场景 即识别和捕获数据库表中的数据的变更 更交付给下游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 那这些变更都包括什么样的数据呢 也就是CDC的数据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CDC是针对于行级数据记录的 那它需要告知下游哪些行产生了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那一般都会有三类 Insert Update和Delete 以及在这些变化的前和后 对应的数据记录是什么 那针对于Update和Delete操作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旧质 那针对于Insert和Update 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当前值是什么样子 CDC不是胡格式特有的概念和场景 它存在已久 并且在传统数据库上有一些点心的方法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首先时间戳和版本号的方法 就是在表上添加一个类似于 CreateTime和LastModifyTime的这样一个字段 标识记录的创建时间和最新修改时间 然后查询的时候根据ModifyTime来做过滤 得到变化的数据 那这个方法有几个明显的缺点 第一不能感知到Delete的变化 因为数据被删掉了 第二不能直接获取到Update的前值 因此这类操作 这类方案仅适用于没有Delete的操作 且不关注就职的一些业务长久 那它还有一个场景也是不能覆盖的 我们稍后会提到一点 然后是表DIF的方法 那通过对比表的前后两个状态 或者快照的数据来获取CC数据 那由于要做DIF 也就基本上就是要做Join 那查询性能差和占用计算资源比较多 就是这个方案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第三个是数据库的处罚器 有些数据库是支持处罚器机制的 为Insert UpdateDelete操作的前和后 可以创建一处罚器 执行这些操作的时候 自动的将一些就职和心职 包括操作的时间 操作类型等等 写入到另外一张影子表里面 那由于直接将CCC的数据 写入到了另外一张表 可以直接使用Sircle来查询得到 所以它的语法支持性是比较好的 同样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 增加了写入的开销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 目前向Sircle这类数据库支持的 那数据库保留了表的操作日志 事物日志 用于备份或者是系统恢复等等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提提出来CCC数据 这个方法不会增加写入的开销 但是获取CCC数据的情况下 需要从事物日志中解析出来 那同时由于事物日志会定期的归档 不会永久的保留 所以需要及时的读取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对接卡夫卡 来消费Blog的这样的场景 那了解了CCC的基本的概念方案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流逝的ETL 其中表的名字表示表包含的一些字段 比如像这个username city这个表 它包含就是userID name和city 这三个字段 那第一步usercity这个表 和username这个表做一个join 然后再更新到了这个username city表中 那第二步city population表 是对于city的一个统计城市的常住人口 所以它是由前一张表按照city聚合 产生得来的 那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CDC的场景 怎么去实现 那么首先usercity表更新后 需要和username表 做一个全表的一个join 然后结果全部overwrite到这个username city表 后续也是一样 那我们基于这个表 基于这个全量的表 然后按照city做一个聚合 在全部的overwrite到这个city population表中 也就是说每一步都是一个全量的操作 如果我们有了每次上一个更新后的变化数据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username city的一个change data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过去可以紧张这部分数据 和username表做一个join 然后那通过这里面我们就能知道 是对于U1然后把U1的city更新到这个杭州 那同时新增一条记录U5 然后那么它的一些城市更新到武汉 那我们继续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个username city表的一个change data 然后来去更新city population表 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U1是从北京 然后搬 然后搬家或者说迁移到了这个杭州 那么同时的话这个U5可能是武汉的一个亲生儿 对吧 我们就可以实现对北京的一个长州任何减一 对于杭州和武汉加义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发现city city的数据中 应该包含着表的所有字段 而不能仅仅只是主件 那再有其次 在这个案案事例中 update的操作也需要包含它的旧值 不然我们不可能完成对于city population表 北京这个常住人口的减一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它的签值 以及这里还没有还有一个case是没有是没有覆盖的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银行检测一些账户是否存在不健康的记录 那或许当天凌晨的和前天凌晨之间的这个变更 现在有两个账户 账户A全天账户没有任何的这个操作 没有任何变化 金额也没有变化 那B全天操作了三百次 但是最终金额也保持不变 那这两个账户的健康 或者是相似的一些指标数据应该是一样的吗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就得出来了 那CDC在部分产品上是需要追溯到每一次的变更的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一点在上面那个 第一个时间戳方法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里面汇总了几项 大家可能会忽略的CDC应该具备的能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CDC的一个输出格式 我们可能见过并二个格式 那这里列出了比较典型的像DevZoom的这样的格式 以及上例 以及我们上例其实使用到的这个 是一个DataLake自己定义的这样一个CDC的一个格式 这里想说的是格式只要包含了它全部的数据 操作类型 时间戳和前后值即可了 那其他的这个区别仅在于哪种格式对下游场景会比较友好而已 上面我们聊了一下呼格式以及阿巴西Hoodi 详细聊了一下CDC的界面场景和应该具备的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呼格式上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实现CC会比较好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相较于传统的输业库输仓害物表 那呼格式的一些特点 第一它具备一个多版本和多快证的概念 知晓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像表地附的这样的方式来获取CDC数据了 然后把第二条和第三条可以结合在一起看 那每次数据表变更操作产生的新版本 都会映射到一系列的这个数据文件的变化 新增的文件被标记为当前版本有效 那历史的部分的数据文件可能被当被在当前的卡片内被标记为无效 同时的话没有长出服务 也就是说所有的操作都依赖于先有的大数据计算引擎 像SPAC或者是Flink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明如果我们想使用类似于数据库出发器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由后台执行的 只能在当前操作时间内完成 那么就会增加当前协助的开销 那设计CDC需要考虑哪些情况呢 第一个就是覆盖全部的场景 各类场景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复杂的CDC能力 以及是否有用和是否需要由 和是否需要其实是由下游产品来决定的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说 将CDC相关的数据全部交付给下游 第二 那如果需要像处发器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收入制这些记录一些信息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到一些这个写入性能 同样的话 对于采用表地付的方案的话 我们也要考虑到插询的性能 最后我们就需要约定一个输出的一个CDC格式 我们先来看一个 一个没有这个写实开销的方案 那之前我们提到的几种方案里面 时间抽合办法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在场景制止上是有缺陷的 那以及或者是没有常驻服务 所以不存在输入制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DIF的形式怎么来去实现这个CDC的 原理就是说 我们基于数据户本身的time travel这个能力 能够查询历史的版本 然后我们和之后的版本 逐一对比做DIF做join 然后得到CDC数据 那优缺点刚才也已经提到了 我们沿着这个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能够去环节 或者是优化一下这个方案 那可以的思路就是说 我们去降低DIF或者join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那从最差做全表的这个DIF 到仅做当前Commander涉及到的分区的 这个分区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一个DIF 那进一步再做分统等等 在戴上列课里面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当前 Commander内新增的文件和被标记为无效的删除的文件来做这样的DIF 那Hoodie本身呢 它具备比分区级别更小的这个Fair Group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可以减少DIF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量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Data Lake 然后在CDC实现的这个方案 叫CDF 甚至Data Feed 其核心就是在于在数据写入的时候 直接持久化CDC数据 那这一点有点类似于数据库Trigger的方式 直接保存了CDC需要的所有数据 那查询的时候直接加载这部分数据即可 所以它的查询性能是最好的 那缺点呢就是说增加了写开销 那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看一看 可以做一些什么优化 第一 根据不同的Commander不同的写入操作 能否避免尽量能去避免每一个Commander都做持久化 比如说数据首次写入表 那所有的数据一定全部都是insert操作的 这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双写一份CD数据 对不对 第二如果表的设计是有主件的 那能否仅持久化被修改过的 被变化的这些这些这些记录的主件 然后通过前后两个版本的这个这个主件 所包含的这个数据 再来成两个Map结构 分别去点查的形式 获取到它前置和当前置 那如果前置为空的话 那么那么这条记录就是insert这个操作的 那如果新置为空的话 也当前置为空 就是一个删除的一个操作 对吧 就可以这样判断 那这样减少了持久化的数据量 同时也减少了写实的一个开销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时持久化记录的这个操作类型 来明确是否应该获取就职和探线值 比如说我们同时把K和OP都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判断当前某一个操作 它是一个insert类型的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从前一个版本的数据里面 取出它的就职来 那么这两个方案我们如何去选择呢 我们来结合实际考虑以下两个场景 上游的数据完成一次Committer 下游核实消费其实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一次性消费几个Committer的一个CDC 那采用DIF的方式的话 需要DIF每两个相连的版本 再返回 那性能会随着Committer的数量成倍的下降 第二 实际上Street面的场景的话 每一个byte更新的全表的数据量 其实占比是比较低的 那我这边实际Case是小于3% 当然不同的场景占比是不同的 那显然较低的这个占比 使得写入时增加的开销变得可以接受 因此Databix 和阿里云EMR的在实现CDC时 都采用了CDF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方案 那我在给APPIC HOODI社区提案的CDC 设计文档时也是基于CDF实现的 在我们敲定了这个设计方案的之后 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 读写两端 各有哪些在实现上需要注意的点了 首先是写入 那刚才提到了CDF的方案下可优化的第一点就是 尽可能避免去在所有场景上都持久化 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哪些是不得不持久化的 哪些就可以直接加载读取正常数据文件就可以 由于不同的铺格式对于不同的写操作 有自己的定义和语义 因此要具体格式具体分析 比如像Dotelic它的insulting2 insulting overwrite delete update或者墨值等操作 都是正常我们的一个正常认知的 而HOODI由于引入了主件和比较件的这样的概念 即使是简单的insulting2 很可能后面的实际逻辑依然是一个更新操作 那第二 呼格式内置了很多这样的一些 管理的这样一个操作 如的Rutalic的Vacuum来清理历史文件 像以及Hoodi的Compassion 对于MOR表作为合并这样的操作等等 那这些操作其实是不属于CCC场景的 因为他们没有涉及到数据的变化 仅仅只是对数据做了一个重新分布而已 也就是说是不需要关注和处理的 当我们查询的时候 针对这里这里的commenter 我们可以直接去忽略掉它 然后我们要去 我们要清晰的去感知到一些 不同的写操作 对于数据和文件的这个影响 来识别哪些场景是必要的场景 才让我们去拓展这样的CDF的能力 那如同刚才提到的这个insert 那再比如说像Compassion这样操作 那不管是Rutalic里面 直接将该分区的所有数据文件 都标记为删除 还是Hoodi将分区下面的 所有的fire group直接 直接替换掉 被标记成替换 那大体就是我们都能够知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列表 一个数据文件的列表 被标记为了这个删除 那么对于这样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操作来讲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记录任何的信息 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写述开销 直接找到这些文件 加载 并将每条记录添加之为Delete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类型 和其他的一些实际上时间出来等等信息即可 而比如上更新update的操作的话 那最底层的操作一般都是对一个 一个数据文件全部加载后 去更新满足部分VR条件的数据 然后连同没有更新的数据 一同写入到新的这个数据文件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记录详细的CC数据 那我们只能通过DIF的方式 来去补获CDC信息了 因此这类的写操作 就是需要去拓展CDF的 这里我留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 那比如说 颜色的overwrite操作 是否需要持久化呢 最后在实际实践上 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世界化的CDC必然是要保存到文件系统里面的 那是否改变了文件布局 这样的改变对于湖管理的哪些语义 比如说湖管理的能力 有是否有影响 那是否需要联动的去调整和优化一下 湖管理的这些操作 第一 然后那额外的CDC 其实是额外的CDC有的操作的话 那如何是保证整体的一个事物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查询CDC的一些实现 那介绍了CDF方案之后 并且支持了仅在必要的情况下 采取持久化的CDC数据 那么必然有些场景上 我们可以通过 加载读取正常的数据文件 做一些转化就可以得到CDC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查询CDC时 就会遇到这三类文件 第一个 持久化的CDC数据文件 很明显 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在这里面记录了完整的CDC数据文件 完整的这个数据信息 包括变化的数据的这个操作类型 就指当前指 那么只需要直接读取 加载返回就可以了 那第二类 全为新的数据的文件 比如insert into引起的 那查询的时候 对于每条来自于这样文件的数据 直接添加上 之为insert的这样的操作 操作资段 然后和其他信息 返回也可以了 那最后 全为删除的文件 比如像joe partition 出发的 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查询时 我们对于每一条来自这类文件的数据 添加上deleted的一个标识 和其他信息 也就可以返回了 那我这边冲箱出来了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CDC file split 主要的这个字段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CDC file type 一个是file pass 那CDC file type文件类型决定了 该如何从下面的这个file pass里面 抽取转换CDC数据 在前面CDC可优化点里面 减少写实开销上 我们还提到一个点 就是如果表是有主件概念的 我们可以紧致就画主件 然后分别从前一个版本和当前版本 抽取出来就值和当前值 那在这个程度上 我们就需要另外两个成员变量 来标识旧值所在的文件 和新值所在的文件 因为这个时候这里 因为这个时候这里面的file pass里面的数据 只有K了 数据或是数据格式上 CDC的这个实际方案和实际上的注意点 我们聊的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结合Apache呼底 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现 首先依然是写入操作 那左侧是对应到Hoodie抽象出来的一些写错的类型 比如有普通的这个 有普通的这些insert 然后upsert 然后insert or write等等 那也有像casting 然后compassion这样的呼管理操作 那由于有了自己的写的操作语义 那Hoodie同样抽象出来两类写处理方式 我们重要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合并处理器 它是数据修改的一个核心的逻辑 它将新数据和同一个主件的老数据作为合并 最终来实现写入到新的方面的这个数据连续续 那它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在B2的情况下需要拓展CDF 这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是Hoodie在实现CDC后 然后CDC数据文件的一个内容 那经过和社区的讨论 我们最后选择了以DevZerm的这个格式来作为输出 那么我们的CDC的这个文件 为了查询效率更高一点 不做转换 就可以直接以DevZerm的格式来存储 对于Hoodie有一些了解同学的话 然后应该知道Hoodie在支持MOR表上 然后增加了这个log文件 来避免rewrite数据文件产生的写翻大现象 CDC的实现也直接复印了这个log文件 那我们在这个文件内部实现了 航存的CDC的一个块 避免引入新的这个目录和这个文件 改变Hoodie的文件布局 同时由于有了这样的设计 我们也可以无缝去对接到Clean Compassion等这样的湖表管理的这样能力 最后就是一个查询 我们以Hoodie为例来看一下 Hoodie上完整的一个CDC查询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首先第一步 等于请求指定Start和End这样的一个区间 然后获取到关联到的CM的信息 那根据CM的中写操作来做一步过滤 去掉湖表管理这些不影响数据的 不影响数据变革的这些Communters 那第二步 我们根据每一个Communters的这个写操作 然后或是读取它的这个CDC的数据文件 或是去加载当前版本的数据文件 或是加载前一个版本的数据文件 然后就可以生成一组 类似于刚才提到的这个CDC File Split这样的一个对象列表 那第三步 按照CCDC File Explorer的 Judge里面的定义 这个它里面的这个Champion量CCDC File Type 所对应到的这个带的策略 然后从这个文件中提取解析 转化成CCDC的格式的数据 最后以不莫指 直接用你的方式去返回 所以Hoodie这边开启CCDC的这个方法 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建表Circle或者是Smart Data Framework 习入时候 直接开启CCDC Enable的参数即可 插询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指定CCDC的这个插询类型 以及START和N的这个区间 那就可以插询到CCDC的数据 那这里的插询参数的话 其实社区还没有最终定下来 但是无妨 因为它仅只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关系 右图是一个示例 那在那个Depthom格式中 OP等于U是表示的是更新操作 OP等于I它表示的是一个插询操作 OP等于D表示的是一个删除操作 OK 这里我们看一下就好 那么该方案是其实基于Stark引擎 来去实现的这个CCDC 然后已经提到了这个Apache互询的这个社区 设计方案的话 这个设计方案的这个Apache已经通过了 但后面还要考虑到和Flink引擎 在去拓展CCDC能力的时候的一个实现统一上 有了一些带讨论的一些点 那基于SWACK的这个CCDC代码 也已经提到了社区 现在社区也已经正在去审查 和做一些review 那已经有了一些公司和团队 在基于我这个branch 做一些测试和那个试用了 原始的方案在提到社区之后的话 做了一个优化 增加了一个选项 那首先一个优化是 就是我原来的方案是在 是将CCDC持有化到一个单独的一个目标 那这样的话就会涉及到 对于可令这样的汇料的管理的一些适配 社区的建议的话 就是说复用现在的一个log文件 来避免了这里的额外开销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在实现上 让大家注意的一点 那一个选项就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其实 在刚才提到了基于CDF的减少写开销的可优化点 我们仅仅只持久化这个OP和key 就是操作和主件 那查询的时候 我们分别去从前后去拉取它的那个就值和单前值 这样的话可以给更关注写入效率的这些场景来使用 CCDC更多的查还是在Streaming的传续上去用到的 然后构建这个增量的实时输仓 那这里我们来聊一下通用的 虎格式Streaming的一些问题和优化点 Hoodie具备表的自管理能力 那像定期清理数据 历史数据的这个Clean操作 比如还有合并数据的这个Compassion操作 但这些都是会追加到某次Communer之后来做的 占用了当前Communer的一个知情时间 影响写入性能 再有 基于Spark的这个Streaming 目前都是通过DataFrame的API来实现的 没有像零线场景使用色合语法那么的简单 那针对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这里分享一下阿里云EMR团队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路和一些经验 第一个DF产品 Data Lake Formation属于互扣件 DF具备了一个自动化呼表的管理能力 那我们可以在互利测 先关闭定期的Clean和Compassion档的功能 然后推送Compassion信息到DF DF的这个服务端 就会结合我们给出来的一些定义 然后包括表的一些实施的统计信息 来判断是否应该采取相关的 一些呼表管理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一方面不同于定期执行的一些无脑式的操作 DF可以更细力度的去控制 比如说历史过期的这个数据的占比 那我们可以根据策略中的 对于这条策略的一个运辞来判断 是否应该提一个可立任务来去清理 以及其他的一些操作等等 那第二点 DF执行操作是属于后台操作 它不会占用当前呼底的一个写入时间 不会影响到写入性能 那下面我有放了一个那个DF的一个产品链接 有新同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个 针对Streaming任务实现复杂的问题的话 EMR拓展了Spark的语法 然后实现了Streaming Circle 我们来看一个完整的一个实例 左图就是说创建一个Hoodie表和创建一个卡布卡表 那右图就是EMR拓展出来的一些语法 一个是CreateScan 一个是CreateStream 那CreateScan的话支持PE和流的两种这种方式 这类操作会去创建一个关联到卡布卡Source的一个流逝试图 然后的话我们再通过CreateScan这样的语法 流逝消费卡法数据 按照用户给定的这个Circle语法进行协用操作 那实例中的这个语法 这种Modgintu的语法 也是由我们阿里云的EMR同学 然后去贡献给三个社区的 最后 在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Hoodie CEC的一些后续规划吧 在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还有一些可能社区上还有一些一流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 那在这些问题达成一致之后 那以及基于Spark的这个实现和平之后 社区应该主要的应该会先拓展Fling核测实现CIC能力 那了解Fling核地同学可能会知道 当前其实Fling核测有支持CIC功能的 但是这个支持是比较局限的 要求上游的数据也必须是CIC数据 而且对于其他正常的写入操作是无法产生CIC的 然后就是支持SparkService的语法 然后来查询这个CIC 便于离线场景的ETR的处理 最后呢 就是根据用户的一些反馈吧 看看是否需要支持其他CIC的一些输入格式 来去使下游更方便的来消费CIC数据 构建他们的整个的整个的这个ETR 以上就是我此次分享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